地震过后各界爱心纷纷涌入 不过这个时候诈骗集团也是蠢蠢欲斗 想要趁机大捞灾难财 县级局除了呼吁加强防诈宣导 也配合县政府拆除天王新围楼作业 分别在大楼旁中山路的东侧 和花莲市国府土制厂设置了两处石德物的收集站 收集也方便住户可以前往任令 花莲7.2级强震造成花莲地区一些大楼 以及房屋倒塌以及人员伤亡 连日来也有不少民众及企业 纷纷捐款或捐物资到宅区 不过却也让诈骗集团想趁机大捞灾难财 让民众善心便伤心 陷阱局为此特别提醒民众要注意 并且也加强防诈宣导 诈骗集团可能利用手机简讯 含不明连结社群软体如IG或脸书等 提供假的募款网址 或以捐款机构的名义 骗取汇款者姓名电话地址帐号等割资 甚至冒用厂商名义以客训限时集结物资 逼价打折售出商品等手法 诱使民众小额捐款或购物等方式诈骗 目前花莲县政府为协助救灾及重建 以设立花莲县重大灾害民间证灾捐款专户 及时接受民众爱心捐款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王旭昌提醒大家 若任何的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强证重创花莲 花莲县警局及侠内克分局远警是全体总动员 灾区的交管借户 灾民疏导安置等工作都能看见人民保姆的身影 而配合县政府拆除天王新围楼的作业 住户担忧家当财物被当成垃圾丢弃 陷阱也因此分别在大楼旁的中山路东侧 以及花莲市国福投资场设置了两处灾区石德物收集站 物品收集造册保管的同时 也方便民众住户前来认领 若有民众想找回一失物 天王新围委会以及住户可以观察目前拆除的楼层 并且从即日起每天8点到晚上8点 陆续到花莲分局侦察队洽询 而现今已经无法辨识和人所有的石德物 警方也将会持续保管 并以规定办理公告招零等程序 民众也可以上内政部警战署时的 遗失物招零公告资料查询作业系统网站 来查询相关资讯 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